中华大地上 中原文化一直独秀 而是呈现出各种土著文明争其斗艳的盛景 在汉族人口聚居的核心区域 是我们最为熟悉的延黄文明 往南是苗芒文明 湘东有中一文明 向北则是与中原对抗千年的游牧文明 那么向西呢 越过甘肃陕西一带的西容 才往西走就是土生土长的西域三十六国文化了 蛮荒时期的地理格局 会衍生出各种不同的民族 而民族间的碰撞和交流 又不可避免的淘汰和消亡很多族群 楼兰就是地处西域 而又突然消失的一个中华文明之旅 想象一下 男人留着大胡子 头过长巾 女人身着长裙 能歌上舞 他们操持着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语言 使用着与我们风格迥异的器物 这样一 浮景象是如何从中华大地上消失的呢 二十世纪后半夜 中国和日本的联合考古队 在新疆罗布泊 发现一具女性干尸 金剑定这具女诗被掩埋地下足有数千年的时间 而彼时彼刻正是楼兰古国如日中天之时 从此楼兰之谜 便好为了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 被发掘的女诗具备典型的白种人特征 高鼻梁 深眼窝 尖下巴 甚至放在今天就是整容行业的标准 那么这群白种人就是古楼兰国的主人吗 他们又是如何消失的呢 让我们把视角拉回到司马迁记载的楼兰时代 那个时候汉兄之间的矛盾和交锋 已经处于白热化阶段 而处于夹缝中的楼兰 常常在两大墙林之间摇摆不定 为了两不得罪 楼兰同时向汉朝和匈奴 各派出一个王子作为人质 等到老公王病逝的时候 楼兰想到接回身在长安的王子回国继承王位 从这点也可以看出相比匈奴 楼兰对汉朝的重视更胜一筹 然而此 时的王子却因为触犯汉朝的律法 而被大汉处以攻刑 匈奴趁机抢新衣服 把王子送回楼兰继承大统 但也由此引发了汉朝 匈奴 楼兰之间连连不绝的战火和交锋 依当年那个文明水平 战争中的胜利者对战败一方 进行种族屠杀是很平常的事情 而楼兰只是一语小国 国力和人口都不足以跟汉朝和匈奴对抗 如果是战争的原因 导致哪一方外来军队对楼兰进行屠城 这个西域小国从此从地球上消失也并非不可能 楼兰的富庶和繁华 在司马迁的陛下 引无数人羡慕 到了东径高宗法显西去 囚经在经过此地时 已是千里无人 一片残垣 唯有地上不知腐烂了多少年的白骨 在诉说着楼兰昔日的荣光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